全球圣母军2021年9月3号到2022年11月19号 庆祝圣母军成立100周年 目前在170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有超过1000万个圣母军团圆 台湾第一个支团是1950年2月21号 在台北市华山堂成立的诸宗图之后支团 目前全台湾已有台湾分团和26个区团 工作团员总数达到2700人 为庆祝全球圣母军100周年 圣母军在台70周年 从去年开始就有巡礼欢庆活动 今年更从5月圣母月到10月的玫瑰圣母月 举办欢迎圣母到我家全台巡礼活动 5月1号在古庭耶稣圣行堂展开 台湾分团指导神师培育圣神父和古庭堂三个支团 开始为全台巡礼祈祷 5月2号圣母到了台北市通话街玫瑰圣母堂 5月3号特别到台北总教区公署 获得中安住总主教特别的祈祷和降福 今天就是圣母军巡礼到我家 我家就是主教公属 圣母军就巡礼到我们家来了 那主要的就是庆祝我们圣母军创立的100周年的纪念的庆祝活动 我们很高兴圣母军就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功效 也因着圣母军的活动帮助让好多人都因着这个圣母军而成圣 有一些冷淡者就变得更热心 也有好多人因为这圣母军他们就加入我们的木道班 然后也加到这个圣母军的行列里面来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圣母玛利亚的一点 那一点就是刚才所念的福音 圣母急速起身 圣母起身 站起来往前走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圣母玛利亚他的动作 起来往前走以后呢就会有功效了 那我们今天就默想这一一小一小段的那个圣经 我们不只是默想而已 我们就行动 所以我们学习圣母玛利亚起身往前走 庆祝这个圣母军成立100周年庆了 我们一定要起身往前走 要扶船 要把圣母玛利亚的精神 他的德性要显示给更多的人 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附近周围的人 好我们圣母军进驻100周年 把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爱分享给别人 如同圣母一样 我们圣母军 起个教去 加油 加油 圣父圣师圣神将赴你们兵长与你们同在 阿们 现在我们要举行交接礼 请交接的两团团长出列 并请主礼神父将无染原罪圣母交给本堂圣母军团长 现在有主教这里 把圣母传给我们玫瑰圣母堂 这是玫瑰三团 我们大家看一下 因为交由他们 然后要把它传承到给下一个堂区 随后圣母到我家活动 到台北市成功天主堂 而后五月份 圣母将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各区团到区团的家 六月份开始全省各区团的巡礼 预计十一月中举行 圣母军成立一百周年隆重闭幕活动 圣母军成立一百周年隆重上 感谢观看